阮詞曲 陌拍攝 曲 書。廣播 E. 開關 換句話說人家講那個 基督教太難信了 假如你說是要我做些什麼德行 我付了一些什麼代價德行 那你說上帝給我賞示的話 很奇怪 有些人還寧願那樣子 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不但了解 有人覺得我自己的救恩 我自己的這個 跟上帝的關係控制在我自己手裡面的話 他寧願這樣 他也是要去 要去花功夫做德行 要去做苦行生 要放棄這個 放棄那個 要用乞丐在階梯上面走路 去朝聖什麼等等的話 他覺得那樣子 他寧願是那樣子 他那樣子來保證他的救恩 換句話說是 他不是白白得來的 他付了代價的 可是聖經裡面講的 這不是聖經裡面講的 聖經裡面講你付不來的 那個代價你付不來的 你以為你在付的東西 那個都是沒有用的 真正需要的代價你付不來的 那麼是不是就是講上帝算了呢 也不是 代價要不要付 還是要付 誰付 耶穌基督付 那個有能力付的 耶穌基督付 我們沒有能力付那個代價 所以我們講這個救恩 我們不能夠講得太簡單了 好像這個是廉價的 一個不值錢的東西 不需要付代價就可以得到的東西 我們雖然不需要付代價 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付那個代價 而是這個代價是耶穌基督付 他付了極大的代價 所以救恩不是一個沒有代價的事情 只是個代價是耶穌基督所付的 為我們的緣故 為我罪的緣故 耶穌基督付這個 所以我們絕對任何時候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不要把福音當作一個cheap 就變成是一個不值錢的 不付代價的 不需要代價的事情 我們就需要上帝自己付了極大的代價 讓我們能夠得到這個恩典 所以我們應該有個正當的態度 我們再討論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稱意是什麼樣性質的事情 有些什麼樣子的成分在裡面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信心跟稱意的關係 看幾段經文 羅馬書第三章第二十五節 二十八節三十節這樣講 神設立耶穌基督 而耶穌作挽回祭 是憑著耶穌的血借助人的信 要顯明神的意 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所以我們看定了 人稱意是因著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我們剛剛都已經講過了 神祭是一位他就要因信 稱他受隔離的為意 也要因信稱他未受隔離的為意 換句話說這個不在隔離 律法上面的儀式的這個 行律法的意義 或者律法儀式上面的問題 而是信心 信心是個關鍵的這個地方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地方講 信心就是我們也提過 從人這邊來的這個反應 有這個信心的這個回應 對上帝恩典的一個回應 是有關係的 是有關係的 換句話說跟這個稱意這件事情 是有關係的 那麼我們既因信稱意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相合 然後我們再看 加拉太書第2章第16節 既知道人稱意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耶穌基督 是我們因信基督稱意 不因行律法稱意 因為凡有血氣的 並沒有一人信 行律法稱意 可見他以信為本的 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 一同得福 那是菲利比書第3章第9節 這樣講起來好像有點混亂 那我們這個信心是不是我們的功勞 這個我們的信心 這樣講起來的話 這個是那個關鍵 是那個關鍵 那這個信心不是出於我們的嗎 第一方面 我們看信心是一個工具 它不是那個根源 稱意不是人的功德 或者是工作的結果 因為羅馬書第3章第21節講 但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 已經顯明出來了 由律法和先制為見證 即使這樣哪裡能夠誇口 沒有能夠誇口的 用何法沒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嗎 不是 那是用信之法 所以這個地方講 信不是一個立功 不是一個功德 信心不是一個功德 信心不是行律法 信心不是這個做成 我們自己做成一些什麼樣子的成就 在律法面前 在意義上面 我們自己做的成就不是這樣子了 所以呢 我們看定人稱意是因的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那麼 再看幾節經節 然後我們再討論一下 羅馬書第4章第3節第4節這樣講 經常說什麼呢 亞伯拉罕信神 這就算他的意義 做功德得公價不算恩典 乃是該得的 或者我們真正做得到的話 我們得的這個不是恩典 那麼上帝給我們的救恩是這個恩典 不是我們做得到的東西 加勒太書第2章第16節 既知道人稱意 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 所以我們因信基督稱意 不因行律法稱意 因為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個人因行律法稱意 我不廢掉神的恩 意思藉著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加勒太書第3章第11節 沒有一個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意 這是明顯的 因為經常說 一人必因信得身 這樣子的話 信跟稱意的關係是怎麼樣子呢 換句話說這個主動 第一個方向我們看主動被動的這個關係 信不是我們人主動的事情 稱意這件事情 稱意整個的這個架構 整個這個救恩 人的這個救恩 整個救贖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聖父聖子 現在是聖靈的工作 聖父聖子聖靈的工作 聖父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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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是人自己裡面做出來的嗎 也不是 在信心上面的話 在我們裡面動工的話也是 聖靈開始動工的 上次 在上一堂課裡面我們講過這個題目 因為是聖靈在裡面動工的 所以我們只是反應 我們是順著聖靈的這個感動 順著聖靈的工作 我們就有一個外表的反應 我們在外表就反應對上帝的這個信 就接受 認罪 悔改 接受上帝的恩典 那麼這個是信心的一個工具 那為什麼這個信是一個必要的呢 換句話說 都是上帝的工作 上帝不就直接教你 這個人是我預先拣選的 他也不需要信 他也不需要做什麼表示 那麼他就是我的兒女了 那不可以審視嗎 為什麼信是一個必要的一個過程呢 我想我們可以想 信對我們自己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換句話說 我們對上帝的態度 對上帝轉變這個心意 對上帝的態度改變 那麼對上帝表示 我今天承認我是罪人 我感謝祂的恩典 我接受祂的恩典 這個對我自己個人講起來的話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個使我領受到了 我今天跟上帝的關係改變了 另外一個角度看信是必要的 也是人的相信悔改呢 這個是對上帝的榮耀 對上帝的見證 對祂恩典的見證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見證 換句話說 人從黑暗裡面 離開黑暗轉向光明 藉著信在上帝面前承認 這是一個對神的見證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呢 信是一個必要的一樣的事情 對我們自己 對我們在神面前的見證 都是必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見 這個我們一個人領會到 我們在神面前是撐意的了 上帝是饒恕我們 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了 這是要經過這個信的過程 我們才經歷的 OK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麼這是基本上我們講稱譯的 我們講稱譯基本上是這些成分 我們了解稱譯 那麼我們這邊的問題 等於說是領到我們下面一個主題的 那麼是不是稱譯以後 人就有能力去承聖 或者說是人是不是 我既然稱譯的是上帝的兒女 上帝就自然而然的會讓我去承聖 自然而然的去讓我去向耶穌基督 是不是這樣子的呢 換句話說我做了基督徒了 也就是上帝的兒女 上帝自己會照顧了 前面道路上帝自己就會照顧 不需要我去努力什麼 不需要我去花什麼功夫 既然是得救的 我一次得救我就永遠得救嘛 那麼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不需要擔心什麼東西了 我不需要去追求什麼東西 我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子的 換句話說 稱譯是不是就自然而然的 帶著我們去承聖 這兩個東西是不是有一個 因果的 自然因果的一個關係在哪裡呢 好 暫時思考 我們下一堂在討論這個問題 在解決這個問題 好 我們這堂到這裡 在討論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你回答 感谢观看